那我們今天終於要進入第三會了 高英雅電教會 我們在講完經的主會之前呢 我們都會有這張表 我們會都有一張表 那這張表就是分別說我們簡單的重點 在要在入的這一會的一個狀況 就是週四分 他的分次是什麼跟週四是什麼 然後他有哪些瓶幕 新的有哪些能蓋哪些瓶 然後位置就是他的地址會 在哪些地點 然後放光別 放光別就是 自尊入位放光 他有什麼表靶 會不是誰 那錄定 錄什麼定 然後所說的法文是什麼法文 那第三會一樣 像修音契果生結分 那是塔比因果裡面的塔比因 這裡都還是在講 以上修學的階段 這個時候第三會最不同於前面兩會的 就是在他的這個 地點的部分 會場的部分已經上升到高一跟三二 所以他的經文是從 增虛銀三兵品 這邊開始 然後有一個虛銀頂上異戰品 然後再來十柱品 這個是十柱的正解 然後半任品的話是十柱的正形 那初發心功德二品 是十柱的德 有沒有 每一會都有解形德 那這個最後的米花品 是指於這個 十三會 十柱品 盛進去後 就是要去向十柱會 菩薩的 他那也所需要準備的一些功課 這兩號 這三兵法律 往下會介紹這個 這個表裡面的內容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第三次的集會 在這個高一天空 好那 身虛銀三兵品裡面 有些那個經文啊 你就會看到 他描述了這個 第五正那如來 他以他的自在神力 誤起一切伏迪數下 的伏迪座 這是哪一會的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啊 你好聰明 等第三嘛 對 所以哪一會 第一會 第一會在伏迪床 第二會 剛剛就講的 這個十姓法門 在比方不變的 伏迪座上 所以呢 經文的剛開始 他就講了 第五正那如來 他們不起 意思就是 有沒有離開第一會 第二會的會場 沒有 沒有喔 然後同時出現在哪裡 高一天空空 同時出現在第三會 很恐怖的喔 沒有離開 嗯 啊 不起 不起啊 沒有離開 他就是像我們啊 來了美國之後就不在台灣 對不對 啊 人還在菩提樹下 但是 人還在菩提樹下 意思就是 菩提樹下的 人間的動身 對 然後明天的動身 還是看到佛戰 讓你穿著 我們就看到 他沒有離開 他沒有離開 這個就很重點 等一下會講 所以佛就是 無所不在 對 無所不在 就是應激 應激而協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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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 如來清淨法生 誰類視線 這個 我們念懷經的時候 不是有念到 哥羅廟體 念法 法界有一分嗎 還有我們念誦 懷發怨文的時候有沒有 佛生充滿於法界 促進一切眾生前 隨緣戶感如故蹤 合痕除此 就是 有沒有 其實 從剛剛講的 真摩妙底 變法界以為真 唯之法會 不義幾場 這是我們在法會現場的那個當下 其實你說有沒有禮拜不義場 幾場就是那個 陳正學的那道理 我其實沒有禮拜 沒有禮拜 我們現在這一會 有沒有禮拜我的 這個 這個殿下會講 你看 所以這個不管是 你看華然經的經文 我們這個 宋經的旗子 這個 禮法白文 文魔詞白文 這些 所以我講這個 法界體性 再講這個法真人 這個概念 所以其實華言的修學 你要我們去明瞭那個 法性 法 你知道 多一三寶的法好 就是在講這個 平等性 真理 就是這個平等性 是法性 法界體性 你從 佛身上來講那個法性 那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 秤性 所以 對眾生的激感 好顯現 所以是集體之用 無不苦衷 有沒有不衷 衷 那去住在遠 佛無動靜之分 所以對佛來講 它是沒有來去 那有顯現 有看到有顯現能力 眾生 就好比之前有做一個批譽 一個月亮 掛在天上 它有三艘船 在 在江裡面 一艘船停在中間 一艘船往北 一艘船往南 三艘船上的人 是不是都看到了一個月亮 那你說有幾個月亮 一個月亮 這同樣的道理 那個佛身的顯現 佛身的顯現 也是這樣的道理 就是佛身 這個法性 法身 與性是一 一性是一 那為什麼會有種種的 這些差別的顯像 重點就是 應眾生的 應眾生的基礎不同 還有不同的一個 展示 展示 顯現法 我們看 法性遼過 緣起難思 我佛世尊 龍法界以為生 總緣起而為用 這個就之前 在跟大家講的 這個佛身的概念 其實就是龍三次間 所以龍法界以為生 就是 這個佛身 遮摩妙祂 建法界 也就是 這個十法界 四聖六百 你怎麼離開六百生 沒有 他就是 佛身就是龍 這十法界 建於法界 一切的法界當中 四聖六百的法界當中 總緣起而為用 這就是稱性 然後 佛邊上是講性情 眾生邊上是講緣起 那這個 聖性 然後隨眾生的基礎因緣 來做為一個 救助跟教化 就是 他的用 那體用 對佛來講 法身 報身 和化身 會不會有障礙 一跟多 你一直在 不分而片 不序而舟 對佛來講 他沒有所謂 我這個 你不是像我們一樣 就好像坐飛機 從台灣來到佛 來了美國人 就不在台灣 就是我們還有職愛戴 那 感和遂通 見有前後 就是對於眾生來講的話 有基感 命眾生的基感感通 對於眾生來講 他有前後 沿浮有感 健在沿浮 有應激顯現 在沿浮地 在人世間 那天空有感 你就看到 他上升到天空 那非宜絕樹之佛 並不是把佛體長的那個佛 移到天空 非宜絕樹之佛 而生比偏 那就是 何處眾生的因緣成熟 肌有感 佛自然有應 不是離開佛體長不應 而是騙硬 普遍 然後 前順眾生的基感音緣 顯現 又入教化 至先教化 見法界虛空界 無時無處 我沒有不相應 這個就是屬於佛的自信 信德 他啟用所顯現的 有不可思議 神光之耐力 這個經文裡面 你看到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為什麼 沒有辦法像佛一樣 因為我們有分別 妄想和平夺 我們有分別妄想和平夺 那佛是 乘性平等 所以他們都很偏 因為他乘這個法界之性 所以 其實 如果我們要恢復 本來自信的這個功德 就是要把這些 分別 如果 妄想 給他掃除掉 這些自在的自信 這些功德 信德 通常都展示了他 那佛會菩薩 在這一個經文裡面 他就提到了 他說 他說 佛子 如因觀 應該要觀照 就是 如來自在立 一切言無敵 皆言佛在中 我們知道 一個世界 在佛經裡面講 一個世界 他是 虛弥山 日與月 對不對 是一個佛教化的地方 那一切言無敵 就是指一切的菩薩 一切的世界當中 說怎麼樣 這些眾生 都說 我看到了 格 在這一會 到 高利身宮 的聖廟會 然後 我等經見佛 住於虛弥頂 都在高利天 在虛弥頂上 十方 西一蘭 十方世界 都跟這個世界一樣 如來自在立 就是如來自在立 那重點就是在講 明知 驅逐 皆物界 也就是說這個 十法界 四聖六百的這個 十法界 他不管展現 怎麼樣的一個 身心 依陣 惡暴的這些 世界 他都是什麼 眾生心 所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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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報 一切 一切法 從心想尖 那所以 旭來 旭來是誰的問題 是眾生的問題 佛是沒有旭來的他人 好 那接著我們就來講這個 法性的這個部分 這個文化大師 他在解釋這個 處所的時候 他問到 他說 曰 處相入門 比如說 古大德 他在理解這個 從人間 從 呃 土地場 從 土地樹下 乃是 虎光明殿 上身到虛明山頂 這一個 處所的一個 處頭 那對佛來講 他怎麼去認識 那個 主事大德 教我們 我們去理解這個 會不會好 他就講到 曰 這些處 處就是處狗 相入的這個 這個 困難 那怎麼去理解 他說 以 以 以處中 有 一切處戶 這個就是 華言 你學華言 那華言經裡面的行文 一定會看到 就是他 一把當中 他容赦 包含了 一切把 而且他這個 每一把都是這樣子 包括這個 處所 躺地 你看你感覺這個 怎麼可能 你從人 從人的角度來看 這都很不可能 因為我們有 時空跟 時間跟空間的 界隔 過去就是過去 現在就是現在 未來就是未來 中西南北 十方上下 四穩 都有他的藉口 你怎麼會一樣呢 對不對 這是從我們人的角度 去了解時間跟空間 那 學習佛法之後 他教導我們是說 從每一把當中 你看到的把 他是一個 顯像對不對 可是他每一個顯像 他都具有他的本質 就是他的法性 就是他的體性 那體性是融通的 每一把都具足的 所以他的一處中 有一切處 也就是從什麼上來講 從體性上來講 從法性上來講 他是融通沒有障礙的 從這個角度來看 那你從事項上來講 他又不一樣 可是體性 法性是什麼 法性是異性的 體性是異性的 因為都是緣起的 所以都具足的空間 具足的法性 事故此天空等 也就是說 從現在這一會開始 上升到道立天空 還是下一會 第四會 到夜魔天空 第五會 到都在天空 第六會 到灘化不在天空 都是什麼 都是本在樹下 這個就是 這個此天空等 就是從 三四五六 這些 都不離開 不離開 不離樹下 對我來講 他都不離開 護不虛其 然是用 護桌身也 也就是說 應眾生的肌感 起而這個用 從緣起邊上來看 他會有上升 的顯像 像你講 所以說 他這個 他這個是說明 觸手的相路 因為 一切把 都遇徒法性 一觸中 圓滿的 遇徒切腹 趁性上來 那你說這個 感覺好像很難懂 那我們再繼續舉例子 跟他說 因為我們 要知道的 法性 偏一切處 你會知道 香木的道理 你說 香木 香木 香木好像很難解 可是 剛剛就講前提 你要知道 法相跟法性 有差別 這個我們前幾次課堂上有意思是說 你們是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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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看到了 你可以這樣講 他講一緣合合的對 眼睛看到了也對 因為眼睛看到的就是 一緣合合所根的 所以就是緣起邊上 有展開的 萬有 一切法 就是法相 透過我們的認識 我們的學習 你認識他 了解他 他已經固定的功能 還有每一把都有他的戒骨 每一把都有他的戒骨 每一把都有個法戒骨 這個叫法相 那法性是什麼 就是因為他都是緣起的 所以是你沒有自信的 都是聚乎空性 所以他會有 人性在充 他不是長樂無敬 他不會不變 這個就是緣起邊上看到的這個相 他不會變異的 他是不變的 他不會不變 他會變異 他有層次快空 他有深入移民 這個叫法相 那法性就是指每一把 他的體性 那平等的 因為都是在緣起法當中 所以都具足了這個共性 這個是從法性上來的 那法性便一切處 每一把 每一把都具足了 具足這個法性 我們要知道這個道理才有辦法 知道這個相入 那所謂相入最常舉的例子是什麼 我們聽過那個戒子那虛名 戒子那虛名是一個最典型的一個例子 你說戒子 戒子是什麼 戒子它是戒菜的種子 他大概就像芝麻 那虛名是什麼 虛名山 大丹 對 簡單講一個小的一個大的 他把這個虛名山 裝到戒菜的種子裡面 那戒菜也沒有 戒子沒有變大 虛名山也沒有變小 那這個是怎麼 這個境界是怎麼產生的 這就是入於 出國而來的 進行境界 然後再講不可能進行境界 就是你的相入的道理 那這個相入是從法性 法性它的體性是一來講 那不是一解脫境界的法界 那就是法法都相與相入的 因為法性是一 所以有障害 那障害從哪裡來 從我們的意識分別來 那我們有 執著有分別 有妄想 這個就造成了 每一把 它固定 就是 它有它的 你如果你的概念當中 你就認它為實體 有一個自信 桌子有桌子的自信 門友的自信 如果你今天 沒有走出去把門打開 你就再 然後 上一次我聽 有一次 有一次 我聽聽的 我聽聽的 有一次 他是在打過 他就打過 然後就 做到一下子 做了一會兒之後 他就把人家放大了 然後就走出去 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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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去他就發現 欸 奇怪我剛才怎麼沒有開門 然後他就轉回去 轉回去 因為發現門在那裡 然後他就進不去了 呵呵呵 就是 其實這個概念 是一個什麼概念 就是說 當你 你很認真 就是你那個 陷阱的時候 你那個障礙就出現 你認定那一把 有它的自信 那這個就是從我們的分別 那學習方法 他教導我們 就是說 你要理你 第六歷史的人 跟別的自信 因為我們平常都是在這個 業力的這個模式當中 你要怎麼到這種 法性平等的這種境界 靈性見性 如果說 不是到了 這種 看到的都是什麼 不信 撤馬電的體性的話 就很難 這比較難去瞭解 這樣子 生命的這個境界 有沒有知道 我經裡面 還有報告 怎麼知道 什麼 還有一個秩序 剛才師傅講的 原因 原因是不是 已經 已經不在了 嗯 我看那個 廟建師傅的 書面講到 他提到原因師傅 他說原因師傅 本來已經這麼出產了 可是後來因為凡事 世間事情太多 他就退出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這個是這個書上 廟建師傅的確這樣講 我可以找到這本書 剛才那樣子是不是就是 他禪定之後就有這個本書 是啊 他就是沒錯啦 他就是跑出去了 他就是路定之後跑出去了 對啊 那路定之後跑出去那個就沒有 你沒有直愛 你沒有直愛 沒有色真的直愛 他就穿過門啦 就是這樣 你沒有去 你那個 身形的一個 直腿的話 他就穿出去 他就後直腿 那是他後來啊 後來 後來就是 他穿過門的時候不知道那種 對 沒有 他穿過去的時候他沒有 沒有那個意思的 所以他才穿得過去 等到他想到的時候 我剛才沒開門 他轉過去根本就 他已經在門外 他已經在門外 所以跟我們所謂的東西 那 但是你熱的就是熱的冷的就是熱的 你不存在 你不存在 不是 那你在緣起世界 你要分別 可是你在休息的時候 你怎麼要排除那個狀況 如果日一知道我是熱的 我就告訴我自己 不是說 不是說 告訴我自己那個 不是熱的 你緣起的世間 他本個是有分吧 可是你如何去離相 隨相離相 他現在講 從這一會開始就是在講 波二 他不是沒有緣起喔 他有緣起 可是他能夠趁醒 起修 就是他在每個因緣上 他都是見到法性 我現在就在講這個嘛 這個戒指那虛迷嘛 如果你沒有去認識 你沒有去見到那個法性 你沒有見性的話 你不會離相的 你是著相 你著相身心 你忍著就忍著 熱的就熱的 這個是你的 這是你製作的點 要透過修學 對 透過對於這個空 空性的運用 你才有辦法 其實就是見性之見 你如何在你的生活當中去騙 因為你現在 平常我們都是見像 我們都是見像 你都是見性 你那些分別都是見像 你的你的摸水 你去摸水 你本來就想去愛冷還熱 你念頭已經開始了 對 你還說什麼 還什麼冷熱 你本來就已經要去摸 愛是冷還熱了 他講什麼 所以那個見性是這樣子 就是體空 當體就是到那個空觀 那就是大聖菩薩的修空觀的那種 小聖修空觀是西空 然後去分析 去了解他的空觀 那就是透過一步一步的一個 關修來 還有一件事情 那大聖菩薩的話 他是體空觀 他這裡已經 就已經到了四位了 這已經是 就是已經體空 當體 當體 當體就見性 他不用轉化 所以他這個 路相入是這個道理 他有辦法相入 做我們沒有辦法做到 但是 他法法都相體相入 你們法法都是具象 有點摺愛 你其實這個 你就是要常在日常通往當中 就是回到 之前的那個實性法 的那個次第 那十種心 一定要從這個次第上 你現在這邊 你沒有辦法 當下你就見性 因為你的前面都沒有 那你這個就是要從前面 實性法裡面 裡面的那十種心 然後去關照那個十種心 你現在日常通往當中的 然後不斷斷斷 對 實住法 已經是住在波熱 就在空性上 所以他已經過了那個階段 所以說他這邊講的 法法相入 他是因為是法性主義 已經見到那個法界主性 所以他是離分離 離直躲 離間倒妄想 所以有 好 那我們來看文摩結晶裡面 故事異品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 有很有意思 有很有意思 好 他 那個文殊勢力古詐 就是文摩結晶裡面 文摩結晶是 他其實是他幫佛祖 來釋憲 幫助這個釋迦文 佛教化子幫 共生者的大不大 讓他釋憲 那有一次他就釋憲他生病 那這時候 就佛要他的那些 身為病毒 還有就是 有人繼續指導 我整個就比較大眾 我們就來探訓 去做一個問題 看望這個文摩結晶室 他就是走著走著走著 就是到了文摩結晶室的地方 那他的那個 尊文例子 日會第一的設立者 他首先到了文摩結晶室的地方 他會看到 嗯 這個房子裡面什麼都沒有 就一個床 然後文摩結晶室 在哪裏 見此適中 如有床座 沒有座位 他就说他心里面心也很小 他说 此诸福大大地不重 当鱼河坐 就有一个床他躺在那里 鱼河也没有 然后那个仗势又很小 那这时候这个文童杰就是 很知道这一回人的心念 就跟这一回人讲 他说 云河忍者 为法来耶 我仿作耶 他就问他 他说 那请问一下那个 你是为法来的吗 还是你是要来有个座位的啊 点点点他就问他 那时候他就跟他提示 他就提示他就说 不求法者 就是你要求法者 非有色受感 事不求 这个是五运嘛 这个 你是不是记得那个金刚经里面 若人以色见我 你应声求我 是能嫌邪道 是能厌我 我刚刚要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在念金刚经 这个就是你 金刚经就是一个空性的经典 你要知道 刚刚讲的法性跟法相 我们色受想形式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相 这个是相 身心的相貌 这个是相 那他的体性是什么 空性的 五运皆空 就是那个讲的 心经讲的五运皆空 对啊 那皆空的那个空就是法性 那你不空就是法相 你色受想形式实有 你觉得你就是色受想形式的法 你觉得你就是色受想形式的法 你知道 这样理解吗 就是你 你认为五运的身心 它实质存在 它是存在 它是法 它就是释法 它存在 那释法它本质是缘起的 所以它的法性是什么 是空性 所以它讲 若人以色见佛 你见佛 你是到底看到这个佛身才叫做佛 还是看到法性 见性了 这就见性成佛 你要看佛 你到底是看佛的色身 还是看佛的这个仪性 你就记得那个佛 释迦佛从那个 到那边吗 好像妈妈说法 后来下来了是吗 下来了不是就 又有人去说 很高兴说 我要去迎接佛吗 对对对 一个见到佛的身 佛真的是谁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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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女 比丘尼 对不对 莲花色比丘尼 对对 就叫莲花色比丘尼 结果他很高兴的 冲冲冲冲到佛的面前 说佛啊 很高兴看到你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他都问候请他 我第一次看到你 你还记得 结果佛神是爸爸 我不好意思 第一次见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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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说那个就是 若人以色见佛 你要看到佛的这个色身 这个法相 这个色相 的身体 那那个就是佛身的相 这个就若人以色相 你一定要看到一个实体的 那个才叫做见佛 好像就真的是一般人 世界的见佛的思想 那他怎么讲 他说 你是主体啊 他解空第一 智慧很深啊 他早就见到我 因为他在一直在空性当中 所以他没有离开我 他见法 见法 见法性 这样理解吗 所以若人以色见佛 你应声求我 你说 对啊 世人行邪道 这都不是正法 因为你着相 着色的相 射程的显像 着深沉的显像 没有 好像很多 就是你修法 你要看到 放光啊 你要过来 那个都是在 在圣生的 这个禅定当中 那绝对不是你显像 看到的 没有人叫你求那个啊 那个是加倍是明家 你要看到才相信嘛 你要看到光才相信 对啊 就明明之中啊 真的 那个加倍就是 明明之中 你越没有分别心的时候 他会越出现 然后你不会再 你会四后发现 诶 就很有意思 就是 所以你看 能不能过去就是 就讲 你求法的啦 这一种色奏赏 形式是什么 你是在五义真心上去求 法明疾念 有法 你说你要求法 法就是疾念 你怎么求到那个法 在你自己自身心 你自己的身心肩上 你都能够毅一分别 毅妄想 这叫极灭 你都不极灭 你怎么求得到法 你都夺向身心 这个就是 灵法 这一段距离 若行生灭 誓求生灭 非求拔也 就是 你看 受想行事啊 这些缘起的都是生灭 那你如果 在这些显像当中 就是洗生灭 求生灭 我们是求这个法 法无取舍 你要用取舍 取跟舍就是一个 简则嘛 分别嘛 若取舍法 誓得取舍 非求法 你如果有取有舍 这个叫做取舍 这个不是法 生灭也不是法 取舍也不是法 法无处所 若处处所 事则处处 就是你如果觉得 我在苦力处下 那就不能再道立天公 那你就是真的 你没有办法跟佛一样 就是相路 你处中有一切度 你就永远没有办法 读会到这个心情 那你就永远是 人的这种分别 妄想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 其实佛心跟我们讲的就是什么 你看每个附近都一样 他就可以讲 你本来跟佛一样 可是你为什么 一直要去执着 一直要去分别 你为什么一直要去执着 我们也会放光啊 是 我自己看不到 没错 我放光的时候我自己看不到 不是 你现在没有放光 不知道是为什么 你现在一直看不到 因为你乌云照顶 你乌云照顶 你乌云照顶 那其实就是 那个就是一个批语嘛 就是你就像一个空啊 虚空 虚空其实它是怎么样 它是湛蓝的 它是橙色 就是清净 然后呢 你有云意啊 你乌云啊 那乌云是什么 远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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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分别 你的妄想 你的思索 尤其这些云 它可以各式各样的 看你怎么想到 它就 它就是怎么样的云 然后它就把你那个 天空的那个 湛蓝沉浸 你的清静平等的那种 你静 那你当然那个光 如果有太阳光 我扣不住 法无处所 若夺处所 自得夺处 非求法也 法明无相 若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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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如果你去随这个法相 而有这个认识 自得求相 你就是什么法相 在这个相上 非求法 那法明无为 若行有为 自求有为 自求法也 所以你看 它就是在 其实它就是在 跟我们讲一个法性的道理 若是附设立佛 若求法者 予一切法 予无所得 那我们就跟金刚刚 你讲的一样 对不对 若人 你遮见我 你遮见我 你遮措求我 自能行血道 这一遍 那你如果要求法 那你要一切法 你遮措 所以关键还是要断掉 我们的这个执着 跟别的这些 全面的妄想 那法文如是嘛 法文如就在那间 是啊 就是法性 其实它根本就 不懂 不变 不懂 对 它就是鲁鲁 它就是 它本来的样子 它怎么样 它就是疑念 疑念 心静 心静 平等 正觉 徐悲 这个都是法性 我来让生辱 就是这个自己的特点 那你只是从哪个角度看 那接着呢 接着就更好玩 那首先瑟利弗 就起了一个心眼 起了一个心念 就说 啊这个体面 也没有位置 可以准处 我们来人多人 还有大菩萨 到底要坐在哪里 那时候我们 随着末杰居士 就先跟他讲 说 你是求法来的 那你可以准处 他是来看病的 很好玩 然后他就跟他讲 先跟他孩子也就说 如果你要求法 那你一切法 我们要求一个床座 就求一个床座 求一个座位 那这时候 这个文洛杰居士 那这个文洛杰居士 来到 他就说 既然那个瑟利弗 他想他这个座位 他就为这个智慧最高文洛杰 他就说 没人的 就是菩萨 就是你柔了这个无量 像千万亿阿圣奇的佛的国度 就像 神秘这样子 祝福化风生 那你不知道哪个国土 他有上好妙功德成就的事实 最好的那个事实 就是在哪里头一个月 然后这个文洛杰居士 他就跟他讲 他说 东方度三十六恒河大国 也就是说东方啊 距离这个那边 三十六恒河河大国土 有世界 叫做虚弥相 然后那里的佛 叫做虚弥真王佛 那比佛身长八万四千尤群 那个佛的身长很大 八万四千尤群一大 那他的事实座 就是很高 八万四千尤群 就是元氏第一 最为光的 最为光的 然后这时候 那个文洛杰居士 他就显现他成功了 吉时彼佛 那就是说这时候这个虚弥真王佛 就是从他的那个 东方的这个三十六恒河大国土 佛土 就潜三万二千个世纪座 就掉了 掉了座位过海 而且高广严靖啊 来到这个文洛杰居士的物质 他刚才讲文洛杰居士 物质怎么样 很小啊 上市有没有 我们 呃 那个坛宗啊 坛门 佛门两个仗士 方丈 方丈 方丈住的地方叫仗士 那就是一丈见方 那么大而已 大而已 那你说这个 哇这个 一个座位 八万四千尤群群高 而且中年无比的这个座位 也一下子来了三万两千张 这很有意思啊 然后高广严靖 来到文洛杰居士 这个 朱古大啊 这个根本地址啊 地址 半坚 地坚王 等等的 一些同行的这些圈子 我们还都没有看过 这么这么 中年的这些 诗子座 那骑士广佛 你说刚刚那个仗士很小 他全部容纳下来 容纳下来 容纳下来这些 齐士广佛 西街包容 三万二千诗子座 五所榜碍 就是好比刚刚讲的戒指 这个仗士就像戒指这样子 然后这些搞广的 就像虚弥那戒指这样子 这个就是一样的虚弥那戒指的概念 他这个仗士 包容的这些 三万两千的这个 高宝的地址 没有妨碍 余子叶层 还有炎虎之间下 力不破大 也就是说 这个仗士啊 不是只有这些床座 这些座位放进来 容得下 他连这个 这个 佛的这个 那个病毒的这个 陈状啊 还有这个圆虎之间下 他都能够在他的战事当中显现 没有战牌都融入 就静能力 欺贱如故 就仿佛他原来的样貌 那这时候 这个文宗杰居士就跟文宿自利 菩萨就说 请坐 就是不是坐 因为座位已经掉来了嘛 从那个 虚弥真王佛那里掉了座位 文宿菩萨当然坐得上啊 他是大菩萨 他见性 然后这时候文宿菩萨 他就请文宿菩萨坐 这时候文宿菩萨 他跟诸菩萨上人 去坐 不坐 不坐到至座上 当自立身 如彼座相 是说那边菩萨他多少 身形就怎么样 就变成跟那个世子座 一样的庄严居大无比 习德神风独善 一致变形为四万两千牛群 比这个世子座还要高 然后坐上去 做世子座 乌星巴义 当他普及星巴义 星巴义就是乌巴星的 执大 执大灵 执大灵的肌肉 直接执大灵的肌肉 做不上去 这个很有意思 好恶情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文宿菩萨居士 他就 就跟 現在 不上大中座坐上去了 他现在换文宿菩萨居士 来请这个根本座坐 我请坐 我做就是不做 我设立法就觉得 那居士啊 只做高广 无垢能生 只为太高了 坐上去 然后那时候我跟基督徒有跟他讲 所以我设论的 他说 为这个须弥灯亡如来啊 做你 乃克得做 这时候叫怎么样 是景德家族 就是丁礼啊 这个虚弥灯亡如来 然后你就可以做上去了 那这时候就交到这里头 那这时候这个 一方心的这个菩萨大宗 他有这个就很细子动 他只会 为这个 就向这个虚弥灯亡如来做 就是丁礼亡 然后就做上去 这里面就是这个文末节 文末节 文末节 那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法生大事 前面讲的文书自立菩萨 还有那些身关法性的这些菩萨 他建一切法 有没有 唯一新故 他建到的法性 你用这个道理 你如果有大小的像 差别的像 你就是 你就是躲在那个 差别的大爱当中 像的 的 显像的不同的差别当中 你就卡在那个像大 那个像小 那你当然是做不上去 其心 无高下 大小 长短 闊 阔辖 多少 通爱 通通障爱像 也就是说 这个心啊 他是离什么 离高下像 离大小像 离长短像 离阔辖 就是宽广还是狭小 离多还是少 这个通 通指的就是容空 没有障害 就爱主 就是有障害的像 通向爱像 就是 这些菩萨大中 他建一切法 有一次一心 就是他建的就是法性 所以他的心 是离两边的 他没有这些像的 就是离这些像 就是无 离这些像 没有高下 大小 长短 或想 多少通爱 或想 那 高大之座 不变低小 低小之身 不变高大 疾身就座 恰恰合适 因为他身观法性 然后这是太益娜 在解释这个 文威天兵 有时候他所做的文字 他借圣解做意志力 得能变身 以座一般高大 而座 而座 所以关键是什么 他能够身观法性 也就是趁这个法性 趁着这个体性 然后起了一个用 变身 以座一般高大 然后若其未登原教出入菩萨 以二圣人 由至化神 什么叫化神 化神就是一个方便 对 因为你还没有到达 一个究竟的地方 你的目标佛道在那里自愿 你还没有到 可是你二圣人 他需要一个方便 就好比我们需要一个禁止 同样一个概念 那这个叫做化神 那就是一个转折 你就先到那里 然后再到那里 之后再往下一步去走 他需要一个化神 所以这个化神 其实就是佛的方便 就好比你那个 我们常在讲佛的禁止 他不是有仕途吗 凡胜同虚 方便有余谷 十报庄严 跟庞提光之类 那这个凡胜同虚 跟方便有余谷 都是佛的化神 就是说他的层次不一样 那这都是佛的方便利 如果没有佛的这些慈悲心的话 你说这化神也没有 因为他就是为了 你说禁止怎么成就 这个佛发愿来的 他为了救助这些苦难中生 他发愿 来成就这个职业之业 那也是要救助中生 这也是一个化神 因为有些这些东西 不堪受大法 所以这些 不是 然后 对 他就是一个要阶段性 一个转折 就是要化神 那非常佛方便化神义无 如果佛没有这些 慈悲智慧的方便 在小 那化神也没有 他就跟你讲一佛圣就好 那也不用那么多的敬虚 对 那故须自成肯谢乳佛 佛佛加倍 难能就做 就是成佛的哀悯 射受圣迹 也就是对于法真大事 直大来讲的话 因为他能够见法界底性 跟官法性 所以他自己就有办法 一秤性 来显这个 来显这个相佑 所以他能够自己就把他自己做上去 那如果说是卫生 尔教主主 或者是二生 尔教主主 那还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所以他需要 让佛的一个射受加倍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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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这个地方讲的是 如果是没有进入空去的话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是 这个是 是 对啊 戴基大师在这里的时候 也是这段经文的时候 他就说 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 再说 這個時候更多 層次不一樣啊 但是我們就有講到惡聖 惡聖他是在七星位的這個階段 他連實性都還沒有 實性還沒有 所以他的福奇心還沒有 對他那個正入空性的那個 他的名字會有好 對於你法界升官的國度跟經驗 他會有層次大的區別 那那個區別是隨著他 當然隨著他的八星 隨著他的這個 這個信心 就是實性的那個十個星 有完整 還有亂禍 就是因為你看啊 前面就講的 出信位出國 他們斷子 三屆幫十八層見過 然後到了七星見之後 或全斷子 然後到了十星 入朱八星座之後 開始斷子 那不是喔 成山禍是在八九十 就當信 然後到了原教出入 開始就是過一層的名字 有斷子 有斷過他們的差別 還有空性上 認得 認住的差別 你也只有 你其實你講什麼 心花的主大 是 是興味在什麼地方 就是 你如果這樣講的 就是興味的主大 他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就交出去 這個就是還在骨複他的福利心 跟信心 那可以嗎 然後開始大師在講 他說 回因心之不知一立 向我佛之不知一德 展映道交 心佛文慧 於體空之理念心中 一一正行 皆憲別平靜 這在解釋什麼 這在解釋說 這個二聖人跟這個出發一徒詐 他這個藏佛 這個慈悲赦受 這個就好比他自己在英帝 他要有一個什麼 他要有一個八星 他也要能夠求佛加倍 這個就是英帝的 這個就是英帝的 就是你要起刑 你有理解嗎 英帝的人 他怎麼跟佛地的佛相約 求佛加倍答對 有的人不求啊 有的人連求都不求咧 就是你要起刑啊 你用八星 你要起刑 有的人不求咧 他人 他的佛人 他人 他有佛人 他回陰心是不知一 你想說我這個陰地 然後在你有不知一 有啊 你不要去行了 你有不知一 是回小向大的回啊 回陰向火 就是你現在做不到對不對 可是你要有那個心啊 你要回向 回小向大 回陰向火 回事向靈 你知道嗎 這就是回向啊 你要回陰心是不知一律啊 陰心就是你現在陰地 你的發心 你的動力 這個都是啊 不知一律 你說我現在哪裡有不知一律 你現在願意開始修行奇修 你沒有學佛之前 你不會去 發一個心對不對 你不會去發一個不知心 你不會去發一個想要成佛的心 你也不會去發一個心 就是說一切眾生都不夠成佛 你等性你看不到 那你現在知道 你這個已經是一個不知一律啊 你現在能夠了解到說 我有佛性 你一切眾生都有佛性 都會成佛 都會成佛 這個已經是一個不知一律 你看嘛 為什麼見貨施貨 三界裡面啊 見施惡禍 什麼叫見貨 flow 煩惡禍的禍 你對於這個理啊 三界的這個道理啊 你不明白嘛 你不明白因果嘛 所以 他比較初的就真見嘛 对不对 你说这个设身是齿我的 那你学佛之后你会知道它是齿我的吗 你开始已经有认识说 诶 这是缘起的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不是意来 是 这是身心 这是缘起的 指定合合的 这样理解吗 所以你在看这个 吴斯福德的这个五字很有意思的 你慢慢的静静的去品尝它 很有味道的 你说我现在阴地我哪有不知意 即使你们在学佛 在修行 本身就是一个不知意 因为你需要把你的不知意诞生 慢慢的去培养 去发掘 发掘出来 说起本身就是一个不知意 因为你三切六道的众真 它不正常的话 它随它的一页它不会说 这个见识祸 是遭感三切分端真实的连续 因为你要出三切的话 你一定要断做见识祸 所以二生身为同学人 要过见识祸 很大也要过见识祸 佛当然必受当然也断见识祸 那什么叫见识祸 那什么叫见识 就迷于界内之理 三界内的这个 迷于礼的 都有见识 起诸斜见分别 这个叫见识 那就是简单的讲 那迷于试法的 就是会让你生什么 尖打 贪婪 执着 这个是失祸 就好比这个贪婚之类的 这些比较难断 这个是失祸 这个是又称为修祸 他修到的时候才能够慢慢的断绝 那就是戒内的戒 共三圣人 共和断的烦恼 所以他又称为通祸 那见惑一般是讲后天的烦恼 也就是你透过什么 学习 透过知识领域 透过邪师 邪教 邪之见 邪思维 这个诱导 这个外人的力量 让你的内心 他产生了见解上 有一个迷惑 所以你不知道缘起法 你以为有一个我 或是认为 生命就是永恒的 常见 或是没有永恒的 或是这一起生命没有就没有了 就叫断见 就叫边见 常见跟断见都是边见 这个是边见是一个见 我见 撒加颜见是一个见 执着这个设身是持有 这是一个见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借进取见 见取见 就是你的观念不正确的这些通通都是叫做 简单来讲这些都是叫做见过的办法 你不认为因果 多无因果 就是叫斜见 对不对 你首先 对于这个设身 死我 有这个叫 撒加颜见 我见 那认为没有因果 不知道因果 这个叫斜见 认为有长段 两边 这个叫边见 那 借进取见 就是你认为 生天是牛吃草会生天 你就去持牛戒 持戒 持口戒 这个就是不 你对因果不知道 你把他的因果搞错了 你认为生天是因为吃草生天 那像牛羊都会生天 这个对因果不是那么理解 这个就是 然后见取见就是一些观念的一个 所以简单来讲 见过就是你透过后边虚习 这些无视正确的之间 跟思维有造成的 对于三界这个力量 为什么会有苦 五级灭道 这个是地的道理不了解 这个就是迷你里的这个烦恼过 是分别所起的 那思过的话 他就这么修过 因为你修行得过的方法 就慢慢断绝了 那这个不是 不是前面讲的邪师邪教邪之文的这个力量 他是对境自然而起 也就是一切动生 他无始以来 自己熏行成就 这个叫与生俱来 俱生的 自然而起的这个祸 所以这个叫磁祸 就是先天性的烦恼 毫离 潘生之慢 这些 他会迷于事项 让你生贪婪爱德的 让你不觉得 这个你不用分别 你就只生俱来就会 这个叫祸祸 那这个剑似祸就是 如果你要出三界 三圣子有圣子 都不需要断绝的这个剑似祸 那至于他什么瓶 什么瓶 那就是不同啊 你要脱离瓶界有瓶界的瓶 然后你要脱离瓶界 脱离瓶界 它有各个不同的瓶 那那个就细细讲 整个来讲就是 建货跟实货 你有没有理解吗 OK 请问一下 那十性胃的时候 建货跟实货都要断绝 断绝是七性 刚刚讲的 初心胃断建货 初果啊 初果断建货 四果断实贱 都断 那和华盐的结货的话 就是初性就是出果位 小胜的出果位 他断建货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离什么 离二道 他就不受二道的货 七世人天王败 对 所以那再来四果的时候 是断建师二货都断 所以是阿罗汉 四果罗汉是七性位 那到了八九十 这三地是断什么 就这里 神沙祸 就是菩萨道 就是 你见识后断了 他就是一个 生意地 生意地啊 就是这个空气 空气的一个阵子 可是你世俗地上 对于一切法的这个 事项上的这个智慧没有 所以你要去度众生 你没有办法洗个动 所以在菩萨道的过程当中 他要把这个晨沙祸 就是对于这个 无知啊 就是你没有去学这个法门的话 你度不知的 那菩萨要度众生 他不能无知 众生有多少烦恼 他都要知道 法门有多少 他都要知道 就是世俗地 世间的这些智慧 他都要学 所以菩萨要学无疑 菩萨要学东东的法 这个叫做 布兰夫的无知啊 他是清静的 可是他就是无知的 是对于法不了解 所以菩萨要什么 输取无量的法 神沙佛法 来获这个很大火 这个是属于世俗地的 是属于世相边上的日葛 然后这个成佛断的能获 所以就是动作 因为这个总统还有习气 所以说这几个是重要的 见识或佛法门和文化 这个你们要有一个概念 然后 我们修行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安装 是不是也要先要断 是啊 是 那我们现在有的时候 会学各种各样的东西 然后就会觉得 啊 那反正就是你从中 所以要学各种各样的东西 这不是不必要的 不是不必要 这都是你的资料 你要从休学这个过程当中 你才有办法去见到 见到你应该见到的阶段 不然你没有那个福德的话 你的智慧不会开完 你烦闹也会脱落 简单讲就是你的障碍还在的时候 你在休学其实就是一种魔 你没有通过这个过程 你没有透过这个过程 你没有透过这个过程 去把你们这个障碍去图 资料等于基础的话 你没有福德了 你福德的真智慧他不会太大 那如果理工不学 你请问你怎么学到 你没有信任 你没有福德 你是不是就是就是 就是跟学中的 比如说 算你第二后的话 你再先把你跟佛罗法 你其中的因果啊 当然那些是你一定基本要知道的 你在学的过程当中 你慢慢的你有一些东西 你就会放掉 其实学佛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放下的过程 你今天多听闻讯息一点 那那个不是说 你去检查说 我现在是不是这个时候 我先 因为人的因缘不一定 他有一个因缘性 有时候你要学 就是这边就说 没有那个因缘 那你就是就你 周遭的因缘 你能够先接触的 你就先接触 那你能够学 你能够掌握的 其实是你 你知道一个系统之后 你慢慢自学 我觉得自学是很重要 其实像我们都是这样子 基本上都是自学 比较多的 因为你说真的要有一个 课堂上 其实我们只是给你一个 一个大纲 一个重点 然后你知道重点在哪里 所以为什么我常常会帮你们 要多的是去提及清楚的观念 还有比如说这见识 为什么我们一直不去解释 因为解释到最后 你会变成你 就怎么钻进去 那那个当然有 如果你有要休学 你有必要拿去钻进去 可是我觉得那个不是 呃 现阶段我们 花课堂上的一种时间 对 那个是我们 那个就变成我们课堂不重的问题 但是可能就是你们自己要再花时间 因为我相信这个像我们 建设过这个是之前也讲过 可是如果你没有花时间 其实你每次的问题都会这样 就是这个问题 可是你自己去去花时间去找 找答案你自己会比较深刻 可是那个重点你要知道 什么阶段是到什么层次 就是这个字要知道 所以就是你们可能 会有课后啊 课后还要需要花一点时间 去把你们不明白的地方找懂 你们可以 你们可以找一些 解释过法的字 就是有非常 你看一下我上次Gamen的那个连结啊 其实你们只要去看那个连结 就是你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 那你那其实有讲很多 那这个就没有办法在课堂上一个一个 因为每个人的那种 需求是一样的 嗯 我知道就是有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时间 你是可能一下子就 你说一下子穷子讲的 你一定能够 持续持续持续 那我们会着重在一个方向性的神道 那我们会着重在一个方向性的神道 那就是自己是在动的 我刚才在讲这一段 我刚才在讲这一段 然后因为插出去也就插到那个见识祸 哈哈哈 没关系 就回音心之不失意义 你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回向性 那我们这个回向性是怎样 就是把你现在能够 修持的这个正念 跟这个善业 譬如说你求佛的佳慈 刚刚就讲 佔佛的这个慈类佳慈 射受 和正德那一种 他这个小的身体做到那个高老 有这样的一个境界 那如果我们常常把这个回音心 把我们这个因地修行的这个 正念 正知 善业 去做一种回向 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不失意义 那那回向是怎么样 就是像佛果 佛果比较 有不失意的共同 然后这样子反应造交 心佛文慧 众生心跟佛心 他会就是感 弟子前程 必能感念 他会感到的 然后余一体空之一念心中 常常去观这个 远起 通信 久了就怎么样 你就会入到 那个法性上面 所以这个就是你常常要去锻炼 常常要去锻炼 不然你常常永远都是看那个分别的 那个差别像 显像 那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健行 所以你要去 你要去 你让他算点 你这个 随缘 叫 气 随 随 随因缘 生活中的因缘 你要去见性 就是气 你要去见到这个空气 得到一个特大 随缘 气 造修 就是随顺因缘 去修行 去修行 然后你要让每一个原型 修行 都是 跟这个体性 跟空气 相迷 久了之后你这个锻炼 这个心 就会坚固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随向 身分别 不够旺 那到了第三会 这个 第三会 道立天宫 这个十度把门队 他是随向 随向 离向 已经到了法山大师 随向离向 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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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ゲスト 结线 别别异国 就是你的身命 什别做 对 心 簡直 它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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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以佛上佛的慈悲色奏 正是這樣子的進步 所以就是不同意義陣型 就限別的因果 全部就看了 好 那這時候 就是眾生心啊 眾所心啊 感應到焦 好然後再來 瑟利佛又講 圍摩傑居士未曾有也 他就讚嘆 哇 這我還沒有見到這樣子 如是小事 乃榮受此高榜之作 於爺離城無所妨礙 又於顏胡提聚落成懿 即四天象如天淪亡鬼神宮殿意不破大 也就是說這時候 社利福就讚嘆起來了 哇 真是不可思議 所以未曾有也是不可思議的意思 其實人世間人的這種思維 想法 念慾 都不會達到 你說這樣的小地方 叫羅哈那樣高榜的做信作 然後乃至這個整個 整個當時佛陀在世的那時候的一個佛祖 有一個誠意聚落 哪是自天下的天王和宮殿 所有的宮殿都不進來了 都進來了 而且不會顯得很有極限 很狹小 那羅羅傑就講 他說社利福 若無菩薩有解剖 您不可思議 也不可思議解剖 若無菩薩住是解剖 住在這個不思議解剖當中 就是以虛弥之高榜納戒子 一種無所增減戒子 那虛弥三王本相如如 本相如故啊 就是他也是跟他原來的一樣 四天王高立突天 不覺不知幾知所入 這個不是主觀的見性的 一些有情動生的 這些天界的天人 他不覺不知他已經入到了 這樣子的一個境界當關門 那唯英錄者乃見虛弥入見公 是從市民入獄的解剖法 所以唯英錄者就是能夠見性的 信心的見虛弥入見虛弥入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講這個華顏 這個上升高立天公 他一處裡面 圓滿劇組一切度的這個例子 所以那華顏經裡面呢 在世古廟原品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 他的屁育就比這個見虛弥 以這個文魔諧經裡面的這個 葬事 跟這個高廣師子座 歷一切誠意聚弱宮殿 這個批率又更 又更 又更 又更離譯盡致了 因為他小的部分 小到五毛端圍圍成 那大的部分 那些毛端圍圍成都比戒指還小 也比葬事還小 那龍獸一切世界 就比這個剛剛的那個虛弥詹大很多 又比這個 葬事裡面顯現的 也又大很多 所以華顏經裡面的秘域 其實他是 造了更淋漓盡致的一個狀態 也就是那個四十五愛 法法之間相榮 相濟相濡的那種狀態 就是更淋漓盡致 形容的更淋漓致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這個下一次來講這個部分 那我們下一次我們就把 今天這個部分整個做一個收穩 然後我們就進入這個 下一個 今天還有一些公判 就是真的是沒辦法講 插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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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有這個狀況 好沒關係 那我們現在是 想辦法把它盡量講 然後看能不能進入這個 出發行程 你早要講這個 出發行程 好 那我們來購合一下 請合掌 願以此功德 莊言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見聞者 西八菩提心 盡此一報聲 同聲華藏國 中文字符 西吳 南瓜 南瓜 如 南瓜 美 川